各位网友大家好 在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的朋友欢迎免费订阅、留言、like和share 最先开个小铃铛,让新片出,马上通知你 先说关于火,香港戈尔夫入品法院,申请暂缀执行环保署粉领朴球场的闻平报告 今天高等法院就办案裁决申失申请,直至司法复杂的结果 法庭在上个星期有关中下拧讲领讯,球会一方表示粉领高益夫球场被市作文化遗产和集体回忆 球场内也有鼓鼠,不应用作轻建公屋 而政府方面,这次司法覆核没有实际效用 如果推翻环评报告,由于相关用地少于50公斤 所以就不需要做环评 另外做环评的司法覆核,法院早前批出许可 现在就等候聆讯 根据早前余锦然的评论,政府是一定要收,因为不能失威信 戈尔夫球的权贵又寸步不让,现在数珠法律是大家都乐见的 而李家超也有说过,他说这件事不关我事,是林郑搞下来的 况且行政会议召集人叶柳极力反对收回,你说他们有没有默契? 说到打官司,抗辞日久,最后可能不了了之 另外,昨天荃湾油金投幅地正式流标 香港01特意翻查政府卖地记录资料 发现这个财政年度首五个月只卖出一幅地 就是坚尼地城西陵街近公众脸房那幅住宅地 又汇德峰在7月初以17亿2千万投得 而同期有几个项目保地价收入加上16亿6千万 现在两项地价收入合共才只有33亿8千万 较政府预期全年卖地目标是850亿 现在才卖到4% 另外新盘方面,顺致牽头的日出康城海拍风三 今天公布收票情况,直至今晚8点收票超过2千张 如果以星期六首轮销售138伙 现在超额认购大约13.5倍,将会在明天接票 另外,内房阮阳集团旗下旺角单栋楼千磨 现在应现楼,昨天上载了新的收定价单 比之前的价单增加到折扣最多9.5% 将会在今个星期日晒冷式发售21伙 包括11伙标准户和10伙特色户 实用面积由151呎到319呎 全部都是纳米楼 这件货一直都高涌,但高涌都卖不到 今次再减价 而项目也刚刚六岛两宗的撻订个案 涉及7楼A 318呎 在2021年5月卖了713万 另一间是9楼D 193呎 在2021年6月卖了476万 根据成交记录策显示,单位在8月22日已终止买卖合约 预料买家应气购将会损失5-10%的订金 分别是357,000和476,000 另外还有一宗近日的招标撻订个案 就是英军在八石角的朗图 涉及的单位是一座九楼B 实际上免得1723呎,属于四房商套 原本在8月中以招标形式 卖出来成交价是41868900 但单位在6日后成交记录策显示 签出临时买卖合约之后未有进展 预料买家已撻订 发展商将会获收5%的订金 即209万 这件事会不会造假呢?我觉得又不会 因为都不用大废周章 本身朗图的单位全部摊在这里等你落标 很明显就签了临约之后,没有上律师后签正式买卖合约 我反而觉得可能和agent谈不够数有关 可以留意下,这个单位在短期内会不会再卖出 到时的价钱会调低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发展商配合的买家 撕掉的agent 另外特区政府公布7月的进出口表现差过市场的预期 出口按年跌了9.1%,连续15个月下跌 而进口按年跌了7.9%,已经是连续13个月下跌 政府表示对内地、美国、欧盟的出口都减少 预料未来外部环境困难 短期内出口表现会继续受压 另外,鉴于市道萧条 特区政府近日倡议与业界合作搞夜间经济 据报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 以获伟帕牵头制定方案 建议现场多个商场营业时间 同时探讨海滨位置举办活动 新鸿基和新世价都表示支持 不过就有人潑冷水 罗兵涵永道合伙人郑宛言 认为下半年香港市房不明朗 不论股票、房地产市场都有下跌情况 市民会审慎消费 他建议政府先推动日间和周末消费 日头都不花钱 难道晚上才来花钱吗? 至于有商家提议派夜市消费券 他认为作用不大 因为消费信心是不分日与夜 他指出市民在疫情之后 生活习惯改变 现场商场营业时间 未必能推动消费 认为举办更多的大型盛事 或者加强景点吸引力会比较实际 好像南桂坊等多些人聚集的地方 他说香港人多外游 令到本地消费下降 7月份的第二期消费券 对本地消费没有起太大作用 加上访港旅客增长比预期慢 而大陆客的消费模式也都改变 令到整体消费信心大减 讲起夜经济 田北辰也有意见 他以自己知以签为例 他说以前晚上7点至10点生意最旺 但现在大部分客人都集中在7点前干顾 而生意压之中 游客所占的收入比2018和2019年跌了三成 他说市场本身的结构已经改变 政府的行为那么容易可以哄到人家出来吗? 他一点都不看好 他认为游客不会为了美食而来香港 而是需要大型的新旅游项目 香港自从迪士尼乐园之后 说相关的发展就一潭死水 我觉得田少这样说又不是全部適合的 好像海洋公园那样 舍到政府都快死了 他可能忘记了 还有一个216亿政府撥款的西九文化区 2025年又说资金就快断链 我发觉香港现在是搞运动式经济、运动式艺术、运动式批斗、运动式外交 另外就今天中午日本开始排放福岛的核处理水 香港日本食品及料理业协会创会会长黄杰龙在社交媒体发放午餐的照片 表示他会继续吃日本寿司支持寿司鱼山同业 而且强调继续吃日本寿司的都是懂得科学的人 最后他利身没有经营寿司刺身的餐厅 另外有被称为香港化学教父的K抗士山博士 他在Facebook有个贴文关于吃日本东西 自问自答 我觉得挺好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条就问怕不怕福岛的核处理水 他说不怕因为浓度低 第二条就知不支持政府禁日本十个月的海产 他说不支持找东西来做 以后不准进口对你有什么影响 他说没什么影响 一向都很少在香港吃日本东西 因为贵过日本很多 也都没那么新鲜 我会飞去日本吃 不要跟我争 第四条问到他是不是自己不怕死 他说我个孙子都在吃日本生果 第五条问到他你真是不怕 我怕呀 我怕他的核污水没排完 就再一次东海大地震 那就一次过什么都没处理过污水 排完落海 全球的育业就真的大事了 我短期内会再去日本 不要跟我争 第六条问东海大地震的风险高不高 他说好高 所以积极这么多污水不是好事 第七条 会不会影响日本的生果 他说不会不会不会 海的水是不会上到陆地的灌溉系统 第八题问 川和炭十四 会不会永远留在身体里面 他说不会不会不会 他们生物半衰期得几天 第九条这条多人问 如果那些水没事 为什么你不拿来饮 他说是经过海水稀释了的水才没事 即是浓度低到没有影响 但是我不会喝海水 其实饮料都不会有事的 会不会有人拿来饮 第十条 你买国策才会支持日本政府 他说不是日本政府所做的事 我都支持 但是最紧要有透明度 很多国家就是没有透明度 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欢迎免费订阅留言 请订阅赞和分享 可以开启钟 如果方便的话 请订阅广告